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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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每个人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 你都在寻找一些什么 也许是一些答案 也许是一些外在的物质 但是 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终究我们人类在寻找的就是爱 如果要我介绍这个课程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课程 就是一个让你在追寻 你不知不觉的在追寻外在的东西 可能是外在的人 关系 金钱 物质 慢慢的在发现自己 原来我在找爱 这是第一个发现 然后你发现更多就是原来我那么不懂的爱 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到怎么去爱 学习到原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你就是那一份可以给自己的圆满的爱 但是很多人都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迷失了 所以我的感想就是 如果你想要重新发现你自己里面本有的力量 本有的爱的话 你可以来做一个改变 我就是一个例子 以前 我上课以前 我是没有力量的 我觉得我充满爱 但是我是没有力量的 对于生命给我的挑战 我是无力感很重的 所以我要发出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很有爱 但是你没有力量去面对你的生命 未来或者是前路的话 其实你没有爱 因为爱就是力量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有力量 但是你没有爱 也是不行 所以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你没有力量 你就是没有爱 你没有爱 你也不会有力量 那种装出来的力量 是来自于恐惧 来自于你的小我的 那个会让你陷得更深 会让你活在更多的不愉快 关闭 固化 自我保护当中 然后 我觉得这个课程可以让大家 让你有一个敞开自己 重新发现你自己是谁的机会 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dan 感谢观看